绑着双手用脚趾夹着水菜笔在纸上画画 很痛要夹的事 我觉得很难 他们即使渴望有一对手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 可是他们也没有放弃 他们还是很感恩 新加坡慈祭大幼教中兴的老师 设计了一堂体验课 让小朋友亲身体验体障人士在生活中的不便 因为身体不方便人 他们更需要我们的帮助和关怀 然后让小朋友从小树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他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然后同时也感恩自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可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日常生活中能轻易做到的事 这时显得格外不容易 了解了体障人士的难处 小朋友也有一番体悟 那你觉得说你现在有健全的双手和双脚 你幸福吗 幸福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当更软 还有我可以走路 我感觉我没有手我很伤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真的没有手 连我都做不到东西 我要好的身体 所以我们可以帮他们 非凡的体验课也是一场生命教育 学会珍惜与包容 小娃儿以学习散播爱与关怀 带新闻张玉佳 戴小庆新加坡报导 我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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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